欸!很煩! 我會放進去了嗎? 不要問東問西 你濕了嗎?你自己怎麼很帥啊? 欸!那個你關射嘛 濕不濕自己不會摸摸就知道了嗎? 吃個濕度嘛!是不是? 牛新聞YouTube頻道訂了沒? 就是現在!訂錢!訂錢!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大家晚安的半夜不睡覺的時間 歡迎! 今天呢我們的主題呢 是要來教各位女生 秘密愛的操控術! 把男生掌控在雙手之間 對! 我覺得今天的這個這一整集 就是要先跟女生要給很好的關 就是說各位 其實勇於說出來跟主動 根實會是一件壞事 沒錯! 超實講 女生其實心裡好像會很想要說 啊!可不可以幫我那個幫我這個 但是其實都不敢講 其實我覺得很多男生就是 因為他們的意思是很明顯 對! 可是我覺得女生大部分都是 還是走心嘛 就是我會希望男生可以把這個梗 鋪在日常生活中 平常就要很多 平常你就要說 哇!黎子你今天看起來好漂亮好sexy 不要到今天晚上才說 啊!你今天要說 too late了 我們要試也沒那麼快 好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是要問一下 就是說 欸!女生比較喜歡比較在意的 那種信愛的方式去答應 OK! 第一個就是 我們女生其實真的很 希望男生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男生不要說 可以開始看你一個了嗎 口開 對! 很煩! 我都放進去了嗎? 不要問都問心 你是了嗎? 黎子你怎麼很帥? 問題很多欸! 對!就是你可以親吻關色嘛 你濕不濕 自己規模模模就是知道了嗎? 這個濕度嘛是不是? 其實我們在的心愛方 跟喜歡相關就是 我們知道你在幹嘛 你會很有自信開我這台車 如果說是真的開車的話 女生都很喜歡 男生怎麼就是 倒車入座很帥 對! 然後一手就可以握方向盤 對我們的身體也要這樣 了不了 你形容得很棒 可是 我們男生就是不夠了解你們 我們不懂 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需要你們女生 要勇敢的告訴我們 你希望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女生如果主動說 欸寶貝我好想要 你會覺得不舒服嗎 不會啊 對大膽 可是你有點驕羞 男生好喜歡這樣 而且擺目一點的男生就可以說 怎麼樣你下次想要 然後女生 所以其實女生就是 就是第一步 想要主導這一場完美的戲 首先你就是要讓她知道 我覺得大家真的是要懂眼神 就是你不要說今天你女朋友 都已經很勇敢的去暗示你們 然後女孩就是那種 什麼 想到啊 我就知道你很愛跟我做 糟糕再說什麼姿態啊 什麼態度啊 好那如果已經知道 晚上已經就是要來 欸欸來來來 其實很想要跟男友說 可不可以就是那邊輕一點啊 還是怎麼樣 還是說先摸我哪裡 有時候男生真的就是很不會弄欸 這個彩音觀是很重要 對 我們在床上都會發出一些聲音 對 對不對 你再摸她的時候 她突然高發都會 然後男生就這樣說 這個地方 對 對 很像你去給人家洗頭嘛 男生是不會說 請問你來你會再加強 對啊 對 是這種 當她摸到你對的地方的時候 你給她多一點的回饋 對 如果在床上 你有一些喜歡的體味的話 其實你都一個夢 你直接Post擺好 對 第一個目法要到下面去啊 叫你會不開心嗎 我不會晚上怪你啊 對 就會覺得有一點強勢招 是性招 好喔 男朋友會有一個surprise的感覺 對 有時候會想說 欸是不是也可以用嘴巴幫我一下 我就喜歡吃吃的愛 就是 就是 我喜歡你這樣很棒 這樣可以嗎 我覺得蠻可愛的啊 可是又想到 然後又害羞 覺得有的時候 如果說女生會覺得比較害羞 我覺得就是有大概有三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學習 然後那個身材用誤的鍵套有沒有 引導飛機降落 有種感覺有跑道感 你要在肚子那邊畫一個 圓圈圈中間寫A 對 然後那個 它可以parking 然後第二個方法我覺得還蠻tricky的 就是說 男生不再親你的罪罵 女生就是自己向後 喔 自己把骨啊 你自己不會喔 好不好 然後第三個方法就是 你可以跟男生說 六九就是我吃你 你也吃我 大家一起吃 那在力道的使用方面 你對男生怎麼會服務 男生就會怎麼服務 這是個好方法 對 如果女生想要有這個 可愛的服務的話呢 就直接用講的 然後有點害羞的講 這樣其實 一般男生都會可以接受 還有一個東西 就是男生真的會瘦一點 什麼 除了災難之外就是 其實我覺得要叫一口好床 真的 投入感情很重要 身體的有一些性感的地方 被觸及到 你真的會聲音就是那種 嗯 對 會有把注意事 你去桑一下都會那種 的那種聲音 因為你知道就是有男生跟我講說 他女朋友很像那種 重機車重機 我說What happened 他就說 他女朋友很喜歡做 就 嗯嗯嗯 然後一直 嗯嗯嗯 然後就被騎腿你知道嗎 另外一個是氣公式 哈 哈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女朋友說 因為就是 氣要出來 氣不出來他就覺得 會內傷 那要怎麼樣才可以把那個 叫床的聲音 詮釋得很好 就是要發自內心 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女生也很想知道 有沒有什麼一些小方法 會讓男友覺得說 今天特別性感 沒有比平常更不一樣 不要說是老夫老妻啦 就要往同居酒的女生 真的 他都說我都覺得 還沒有結婚都像室友一樣 因為SOP都一樣 大家如果今天 在不違反對方的意願之下 你可以告訴她說寶貝 我今天可以把你眼睛蒙起來嗎 哦 因為我不知道 你眼睛看不到他要親你 跟你眼睛看不到他親你 感受是不一樣的哦 當你的視野被剝奪的時候 你的感官的刺激度 整個提升 整個會提升 真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要再更緊接一點 一點的話 手腳的這個行動 你可以限制住 有有有 我有聽過這種的 對 我覺得女生她會更加大膽 對 因為她有時候女生 是對自己的身材 不夠滿意 那你把眼睛直接蒙起來 你會覺得說 哇 好像很多東西想餵她吃都敢餵 來猜猜看這個是什麼 啪啪啪這樣 不得不說男生還是很視覺的 女生其實自己要 要懂得讓自己多變化 準備一些不同的居家服務 或道具這樣子 對 感謝CCR今天呢 跟我們一起聊 相信呢 觀眾朋友已經知道 如何主導一場完美的性愛了 對不對 在兩性經營當中呢 除了床上要掌握好之外 日常生活當中也是非常重要 小情趣 對 那如果說你結了婚的話呢 也可以來看這本書 表示說 在夫妻當中的相處之道 跟經營之道 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長久真的就是要好好經營 對不對 對 沒錯 要怎麼經營就在看這本書囉 那我要歡迎你看 請大家多多支持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接下來呢是性愛到解釋的時間 這個問題其實我自己也有 因為女生抵抗一差 就會有白帶或是分泌或異常的問題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如果男朋友又想要 這個時候是OK的嗎 我覺得其實女生 對於自己下半身的這個分泌物啊 我覺得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氣味 第二個是顏色 好嗎 所以氣味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下半身 還有沒有那種很腥臭 雞蛋腐敗的味道 那第一個就是性 然後第二個就是顏色 就是說像蛋清一樣 是透明清澈 那如果說他今天是有一種黃綠色 那其實就是你下半身 可能會有一些感染 請你去看醫生 如果你下半身還癢的話 不要說那你老二正好錄進去 錄一錄讓我抓抓癢 不是這樣子喔 還是要看醫生好了 第二題的盲友就想知道說 我下面的毛要全部除掉嗎 男生會在乎嗎 想要知道 我自己還好 就是你不要就是奇形怪狀 貴賓狗 粉紅貴賓狗 有人法 對啊 當你在修剪的時候呢 我認為你還是不要冒冒然自己下手 陰毛的毛髮 他其實剪掉的時候 他的潔蜜會刺刺的 有沒有感覺刺刺的 所以說我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去修剪的話 我是建議你還是找專業的 他有那種除毛師 那除毛師他可能會幫你做修剪 或是怎麼幫你除掉 好喔 那再來第三個問題 他跟男友有時候會用一些小玩具 那他很擔心那個玩具啊 這樣常用會不會陰道會不會變鬆 其實我覺得陰道變鬆 它也是一個迷思啦 陰道它也是一種muscle 肌肉是要多用 多去訓練它 它才反而會變得緊緻跟緊實喔 所以鬆的反而是做太少 對其實你鬆的話 你不要害怕說 啊我就是很害怕它變鬆 所以我都不做 你們要知道陰道鬆弛 是什麼樣造成的呢 第一個可能是因為你懷胎 你懷胎十個月 那因為它會讓你的那個 骨盆底的那個肌肉 它被撐大了以後 就像氣球被撐大 不是說你是精油產到自然牆還是可不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今天女生他想 他比較過胖 他過胖 那其實你的那個骨盆底的這個肌肉 已經被撐開了 那他又採取激烈的瘦身方式 那你要慢慢慢慢慢慢的瘦 你的那個肌肉才不會這樣子而鬆弛 所以是這兩個原因 再來都下一題 第四題讓我問 好 想知道喔 我白眼先翻起來 好啊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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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男生 我覺得是男生的一個話術 就是有男生跟他女朋友講說 就是吞那個我們的 產出 可以養顏美容 因為它是高蛋白 其實呢 精液當中 它確實是含有微量的蛋白質 微量 微量 也就那樣而已 到底要多進化 而且它還跟這個產出者的年齡 跟他的身體狀況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說我覺得大家不要再去想說 你去吃這個東西可以養顏美容 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微小 好喔 感謝星星來為我們解答 那大家呢 如果還有很多的問題呢 都可以匿名來信給我們 我們每一次都會有專家為我們做解答喔 下次見 拜拜